我国的铁路建设 刚刚过去的五年 我国铁路从人均里程不足一支烟 到高速铁路世界领先 走完了世界高速铁路40年的历程 不断提升的速度和持续缩短的行程 让我们的生活在数字当中发生着改变 被称为经济发展短板的中国铁路 直到2005年还在用一支烟来衡量自己的位置 2005年底 我国铁路总里程7.3万公里 人均5.5厘米 不足一支烟的长度 2006年出台的铁路十一五规划提出 到2010年中国要建设新线1.7万公里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9万公里以上 其中高速铁路和客运专线要达到7000公里 2007年4月18号 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 首次开行最高时速250公里的和谐号动车组 中国迈入高铁时代 2008年8月1号 中国第一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运营时速350公里的 精金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 2009年12月26号 世界时速350公里持续运行里程最长的 五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开创了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的里程碑 2010年2月6号 世界上首条修建在大面积黄土石县区的正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中国西部结束了没有高速铁路的历史 2010年7月1号 世界上标准最高 里程最长 运营速度最快的城际铁路 沪宁城际高铁开通运营 同年10月 护航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目前我国高速铁路投入运营里程7431公里 居世界第一 年底前 全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将超过9万公里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到2010年 国家批复的整个新建铁路里程达到4万公里以上 其中科研转线达到16000公里以上 那么这些项目都将会在12月之前建成投产 那么届时2015年左右 中国的铁路的整个的运营里程 可以达到11万公里以上